四千,只是四万四千多久的话,是不是很少人呢? 不知道怎么说呢?好像我没有说过十四万四千多。 那么多人对于这个看法呢? 我认为这个是一个象征性的数目,不是确实的数目。 比如,王牧师认为这个数目是象征性的数目。 如果你留心看看,比如那里说, 犹太的十二个支派,每一个支派一万二千人, 那不知道你和我是属哪个支派呢? 但起书七章又讲到了每一个支派是一万二千人, 不知道你和我属于什么支派。 那是不是只有所有犹太人才是十四万四千人呢? 是不是只有犹太人属于十四万四千人呢? 但是我可以答复你的就是另外一件事。 另外我可以答复你的另外一件事。 这个象征的所谓十四万四千人呢? 是耶稣翻来的时候活着变化升天的那群义人。 那为这个问题呢? 我自己曾经做过一些研究。 为了这个问题,王牧师本身有做过一些研究。 但是今晚我不打算将那个研究过程和大家分享的时间也不太好。 因为时间关系不打算把整个过程告诉大家。 我记得昨天,上午的时候我曾经在这里和大家讲到上帝的旨意。 这个上次他在这边讲到上帝的旨意。 因为这个问题,很多人所以之研究呢,其中一个原因呢,就甚至到曾经有弟兄姐妹跟我直接讲到这个问题。 他说,王牧师,你可不可以为我祈祷啊? 我希望在十四万四千人里面,等到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活着变化。 有一些人甚至跟王牧师说,王牧师啊,请你祷告。 希望我能够活在十四万四千,当耶稣回来的时候可以活着变化。 我回回说。 我回答就是说,我说我不止弟兄姐妹都有。 我说某某某弟兄或者某某某姊妹。 我说你不明白上帝的旨意。 王牧师说,蒙姆弟兄姐妹,你还不明白上帝旨意。 所以我说多一句很不客气的句话。 我说你太贪心啊。 我讲一句很不客气的话。 说你太贪心了。 因为他说他想在十四万四千人里面有份活着建主 我说他太贪心了 因为他想在十四万四千里面有他的份可以活着建筑 王沐索你这样想是太贪心了 因为在我心目当中只要我们信主 只要得救已经是心满意足了 我们想只要我们信主得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得救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就已经心满意足了还要想十四万四千 上帝知道我们比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更多 上帝知道我们比我们自己知道自己更多 刚才我们讲的天国上帝为我们预备的天国 是我们想都想不到这么好的 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 刚才所讲的那些不过是简单的描述一下 或者是好得你想不到这么好的 刚才我们跟大家讲和看那些图画 不过是人所能够想象的 真正的情况是人心里想象不到的 但是我又不妨提醒你 但是我也不妨提醒你 我现在讲的说话是回答多个人的 这个是回答那个人的 你知不知道做十四万四千人 等耶稣回来要经过七大灾难的 你知不知道要做十四万四千人 要经历过最末了的七大灾难 我看事要讲的不是我讲的 其中你讲啊 哇 七大灾难据我所知道 就是刚刚跟天国对比的 七大灾难就是跟天国这个美好的部分 刚刚是相反的 是坏都不能再坏的 这是很难受的情况 跟着我就这样跟他讲 跟着我就对他说 我说如果上帝为了怜悯我 免去我受七大灾难的痛苦 叫我早点安睡主怀